与优委员 主席还有我们所有的委员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主席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主委 好 我们请潘主委 优委好 主委好 关于这个就是怎么样维护官场工人的这个权益的这个问题 我想已经吵了很久了 那在上个会期 其实在5月6号的时候也已经在本委员会呢做了决议 那这个决议呢就希望你们老委会呢 是不是能够立即撤回官场工人案的告诉 那并且已经还款的所还的金额跟利息 那这个已经在本委员会通过 但是呢非常遗憾 虽然我们有这样的通过呢 但是你们根本就完全不理 好 那今天你们诉讼继续告 然后呢预算也继续编 然后呢请了大 花了两千万去请了律师 然后呢有五百多件的案子在法院里面 好 那今天呢 桃园地院终于做出判决出来 然后呢他认为说这个是属于行政的契约 因此把案件已经有您刚刚讲的 有八十九件 转移到了这个所谓的行政庭去 认为这是属于行政诉讼 那刚刚呢这个主委呢你提到说 好 虽然案件移到这个行政法庭去 但是呢会不会行政法院行政法庭的法官认为说 哎 这个能乃是属于民事诉讼的契约 所以呢还会再把它送回来 我不晓得你这个观点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依照我们的行政诉讼法里面的规定 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这个法官认为说 我这个还是没有管辖权的话 你是要停止诉讼申纪到 我刚会议解释 你是没有权在把它移回民事庭的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今天我想还是要回归到当初 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官场卸业工人的 这个补助的这个办法 当初这个问题整个问题的来源是什么 其实这个部分本席在三个会期也已经咨询过 当初就是因为劳委会应该要去劳动检查 然后呢要这些的雇主依法去提拨 这些的所谓的薪资 还有之前会跟这个退休金 然后呢这些雇主没有依法提拨 你劳委会待遇去检查 也待遇去要求他们提拨 以至于这些的公司官场了 然后呢这些所有的员工没有办法拿到资遣会或是退休金 那政府在这样的多的工人的这样的抗议之下 甚至去误轨 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就订了这样的所谓的贷款契约 当时所有这么多的工人 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什么 就是政府要拿钱出来给大家解决问题 这钱不用钱啦 那到底白纸黑字签了什么 很多人都没有办理的 所以大家签 大家说我们政府有生意要出来解决了 要拿钱出来 叫我们签你就好 所以大家都签了 好了 那你依照你的这白纸黑字 上面写的是贷款契约找台湾华南银行出来 可是呢今天法院也认定 你当初这个所谓的贷款契约 跟一般的我去银行借钱的贷款契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怎么样 因为人民并没有自主的权利 实际上你一方是有权的一个机关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那是属于一个公法契约 那今天呢事情过了这么久了 你们突然呢又到法院去告他 因为怎么样 因为时效消灭你们每一个人就担心说 哪一天监裁院会不会再来 再来跟我这个弹后或是纠正 我们的主委当一个首长 要有肩膀要有GOTS 今天呢当初就是我们劳委会 因为没有好好的去这劳动检查 然后造成这些雇主的脱逃 那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劳委会不需要负起责任来好好的照顾劳工 我们劳委会是劳工的委员会 不是雇主的委员会 所以今天怎么会是雇主然后闹跑了 然后劳委会呢 今天呢怎么样 我先选给你是电给你 你还要附加利息 然后还要附加违约金 然后还要去告你 这怎么是我们劳工委员会呢 所以今天你今天站在一个劳委会的主委 你站在今天法院也跟你讲说 这是属于一个公法契约 应该依照公法的这个契约来解释 已经给你这样一个下台阶 你还不肯下 你还是硬要就是一定要把他诉讼到底 那当然呢 我们也看到 你们也表现出一些的诚意出来 说好你们不再去抗告 所以呢就让他认定 这些时效消灭了 因为公法契约五年 所以时效消灭了 因此呢 把他移送过去的这86件 你们是不是全部就不抗告 我们没有抗告 都没有抗告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会造成怎么样 造成同样的一件事情 有些人他要全而还 有些人还了之后 他可以拿到你们的补贴金 有些人他是不用还 这样子公平吗 这就是为什么当初说 我们要设定789的方案的最重要原因 因为他本来就会有这样的结果 这是没有办法的 不得不做出来一个方案 好 那你们既然可以做出方案 你既然可以所谓的一个 你们的这个和解的一个方案 为什么你的和解方案 不能够是说 好今天法院 他已经证定他就是一个公法的纪约 还没有认定 已经民事法庭的认定还不算认定吗 算了还没有 好那你觉得还要等到大法官会一解释 那行政法院他去判断嘛 因为行政法院还没有决定要不要接受 好所以你的意思说 因为你没有抗告 我不抗告的原因就是希望说 法院他在整个管辖权上 他们去做判断就好 我们行政机关不要去介入 而且事实上也是一个善意 就是说如果他判断认为这是一个公法纪约 那就免除债务 就这么简单嘛 OK 那你所谓的免除 就是说免除这个债务 你是会只移送到行政法庭的那些的案件 去免除 其他的呢 其他的法院如果没有移送过去的 这每一个都是个别的案例在那个地方 你觉得你于心安吗 我们我们在不得不做的一个处理的方案里面 是非常勉强的必须要从这个方向去处理的 否则的话如果不这样处理的话还是会有同样的结果 还是会有您提到说公不公平的问题 因为前面已经有六百多人他已经还钱还掉了 所以我们说你本来就是老委会你不当得利啊 不是不是 今天如果说行政法院也判决出来说他的确是一个所谓的公法契约 你老委会你本来就没有权利去要他们这些人还钱 那这样的一个见解出来 同一个事件他就不应该有不同的 所以这些所有民事体经常的他就可以提起再审 他一定本来就是有一些该有的程序跟规范 我们必须要去遵守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办法去帮助这些劳工去解除他们的债务 想办法去解除 尽可能把他们当作解除债务 只能做到这样子 对 我不晓得说当一个首长 如果说您是这样子的话 事实上你不需要当主委 如果首长不尽所法力的话也不行过 很多时候我就是因为必须要担起这个担子 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护很多人 各种各方包含劳工在内 所以很多时候是不得不做的决定 你不得不做的决定就是让我们这些的劳工继续流理失所 继续呢到处了如意随意到处抗议 造成社会多少的成本 前面已经有600个人管掉 那现在最近没有200个人 你已经和解已经处理掉了 所以总数1000多人里面 现在事实上已经有7成以上已经都处理完都还掉了 那你说还有多少 大概剩下大概300位吧 还有多少300多位还没还掉 然后就让他们继续抗争 社会继续付出生本 所以我们是用庭外的和解就可以帮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的 但是你的庭外的和解还要看他们到底能不能还的能力 你还有很多的审核 所以并不是每一个庭外合体都能够拿到你所谓的能够的这些的补偿 都是789嘛 都789嘛 对啊 6例789不见得 他有办法解决 否则前面600多人都还掉的 他们当然就是资历的问题嘛 所以我们才说前面还掉的就是你劳委会的不当得利 所以你才应该要还还 所以我们才三个会期会就做出这样的决议 要求你撤回 告诉同时要把一些反的钱包括利息还给他们 对不对 身为一个国家机关 你自己的错误 然后造成劳工的流离失所 那你不用负责 还去跟人家要钱不当得利 那今天呢 委员这个说法我们不能够接受 好 那我们再来问一点 今天就是我们委员已经都提出 就是说是不是劳基法第28条 对前面的问题你们说你们无能为力 那对以后的问题 对这些的退休金跟资遣费 是不是能够放在劳基法28条的所谓电场基金里面 把它涵盖进去 我们在报告里面有提到了 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整个方向上我们可以去考量 那你们的条文什么时候才要送进来 我们其实我们在这个会期里面可以弄出来 这个会期现在已经是这个会期了 什么时候送 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条件处 跟委员报告一下 其实这个这个条文 事实上委员大概也了解是非常复杂的 不过目前来讲就我们这个幕僚单位已经有你出来一个想法 接下来就是要透过一些立法程序来做处理 但是这个立法程序是蛮复杂的 跟各机关还有团体去做一些沟通达成一个共识以后 我想这个沟通共识已经是时间那么久了 对不对 已经好几个月了 你们还在沟通还在共识 你们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 不然我们就是我们委员会自己就把他通过了 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 我们接下来就要好解决 我们接下来就会有个方法